发达誓愿 精于雾劫 顾之雾劫之中 以清津心 修习摄取佛陀之大愿 精力雾劫 大愿放尘 这话说的好 不 他的大愿从哪来的 用我们现在人的思维 非常合乎今天所讲的逻辑 他的大愿不是凭空想象的 确实是由事实做依据的 这五节的事件 老四给他奖金 千亿岁 时间很长 而且把一切诸佛刹土 展现在他的面前 让他一个一个仔细观察 屈人之长 屈人之短 这法语言 成就四十八月 极乐世界就是以四十八月 成就的 那不是老四教他的 也不是他自己想象的 那确确实实 他去考察 一切诸佛刹土 那这是老四教他的 屈人之长 谁人之短 诸佛刹土里的优点 好的 通通在哪 觉得不好的 都没有 所以极乐世界成就 极乐世界成就 就超胜一切诸佛刹土了 他极一切诸佛刹土 真善美慧之大臣 这个讲得痛啊 讲得我们容易接受啊 佛福道童 虽然没错 伐藏在菩萨地位 没有称佛 老四是自在网络来成佛了 老四教的这个方法 是或前或礼 教的自己去考察 这给我们有很大的启示 中国人 故人常讲 读万眷术 还在行万里路 为什么 行万里路就是考察 那如果直渡术 没有经历 那么你所读的境界 是凭你想象 这个不圆满的 万一想错了 所以 阿弥陀佛不是想象 听佛 教会 是读万眷术 时间长 经历千亿岁 到一切祝福 插图靠插 这就是行万里路 祝福世界 无量无边 都要这么长的时间 五节 没有说小节 没有说中节 那就是大节 一个大节 时间很长 在佛门里头 最常用的 是一增一节 乘一小节 人的寿命 最短的时候 十岁 每一百年 加一岁 加到八万四千岁 这人寿最长的 不能超过八万四千岁 从八万四千岁 每一百年 减一岁 减到十岁 一增一减 叫一个小节 二十个小节 是一个中节 四个中节 是一个大节 啊 那么一个大节 里头 有八十个小节 啊 这一增一间呢 有八十个小节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几落世界 弥陀的红脸 沉满了 那同时呢 几落世界 也出现了 啊 这就是在 学习 发愿的时候 啊 这个愿是这么来的 abac plan 你 托 佛 阿 你 托 佛 阿 你 托 佛 夸 危 integrated